滿了一個月 陳子豪終於敲出本季第一發拳雷打 而且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本季守紅就是發滿罐炮 幫助兄弟15比4大順富邦終止五連敗 如果再考慮到雙方前一天才爆發衝突 久居上尼芙德的頭部晉升球 對象就是陳子豪 當時土地公手套一丟 準備迎接任何後續發展 隔天交手換陳子豪 開紅以後霸氣丟棒 沒有挑釁的意思 但開紅就是爽 我也不是 不是故意說要自己甩棒還是什麼 對啊 因為 那種氣氛上來就會 你自己的動作就會變成 就會滿 滿驕傲 我們這隊啦 就是 個人不想輸給富邦 因為 說真的 因為 很多球員都到對面去 因為互相認識 當然會 不想要 輸給他們這樣 在金控大戰 爭鋒相對的氛圍中 扛出本季手轟 同時也是剩下第二發滿灌炮 陳子豪 絕對有資格 驕傲一下 尤其是看在隊友眼中 這發全雷打更是壓力的宣洩口 但大學長王八王聖維也要提醒大家 拍完以後 焦點請擺回比賽本身 帥啊 因為他自己也在 就是他手轟嘛 這個賽季的手轟 其實他也有講說他自己 放下心中的石頭 不要把Focus放在那個甩棒有多麼帥氣 我覺得未來的比賽 才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對啊 我希望大家就把這個焦點放在這裡 這樣子 那也給子豪 也給我們年輕球員很多的鼓勵 然後加油 確實 儘管二十一號贏得漂亮 五勝十五敗的兄弟戰績 還是在聯盟競賠莫作 驚控大戰的世仇醞醞 雖然是網路相免飲茶魚飯後討論的焦點 但對球員們來說 最重要的還是專注於每一場比賽 用心表現贏得各界的敬重 我要提醒完 採訪報導